小S终于又有最新消息了 但不是回应黄子奖控诉的吸毒仪式 而是被姐夫剧俊叶带着自己和孩子 在韩国旅游被网友偶遇 拍下了一些画面 不得不承认 小S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相当乐观 走到哪里也都可以大胆释放偏性 大街上就手舞足蹈 不惧路人的眼光 被一些粉丝认出来 她也是来着不惧和对方合影 相比起来她的几个女儿却显得沉稳优雅一些 特别是二女儿连累一身淑女打扮 魂师上下散发着林志明的气息 偶遇小S的网友还透露 剧镜业在在其中 看来这次旅行是全家总动员 有不少人惊讶于小S到韩国旅行 其实四个月前 她就受到韩国旅行社邀请去过韩国旅行 体验了穿韩服和JK 并拍下旅行宣传片 成为旅行社的代言人 小S作为比较知名的主持人 在华语地区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姐夫剧俊叶也是韩国人 因此和韩国的联动更加紧密 作为旅游宣传大使自然是再合适不过 如今在台湾省 因为有黄紫角事件的舆论压力 小S除了自己固定的栏目录制外 基本不会出席其他活动 以免节外申知 又恰逢孩子们暑假 去韩国旅游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无论如何 希望小S玩得开心 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出门旅游的打算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